时间太瘦,智风太宽,今天是2018年12月7日,今天是大雪,匆匆忙忙已到年末,不知不觉中,2018年只挣不到一个月了,枯叶次摇晃的枝头垂垂欲坠,街上飘起烤红薯的香气,喝一口热气,倒上一杯温茶,随着风中轻舞的雪花,大雪偏鲜而至,走到你我面前,一路慢行, 用心细品,整月饮春扫雪,二月清风吹柳,三月小雨如苏,四月烟雨朦胧,五月流花正好,六月下课出猫,七月化粥彩莲,八月白桂飘香,九月把菊赏月,十月冬高踏休,十一月早晚风寒,十二月红鹿久温,年年月月都有好风光,还记得,十里桃花,春风何旭,还记得, 夜凉高照,下山如碧,还记得,秋风送爽,天高云淡,恍惚一夜,大雪就这样不期而至,大雪,飞雪如烟似梦,天地皆留下大片空白,任你我思绪飘扬,你可以赶踏季节轮回,遂遂不息,也可以怀免过往时光,为花离合, 也可以遥想苍茫大地中,准备孕育的新生,一碗小面,一盏夜灯,一杯飘香的茶,一口温好的小酒,一个佳人的拥抱,一句朋友的问候,天在寒,也有温柔的暖意,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,一年将过,最后的这个月里,愿你我好好珍惜, 墨时度这好时光,过去一年,生活也许让人疲惫不堪,在你我们眼间留下痕迹,愿你笑容常在,用微笑去告别过去,用微笑去理苦难和解,像那悲蓝白的大地,挥手做别往事,从头再来,幸福不是你想要的一切,而是享受你所拥有的的一切,愿你学会珍惜,珍惜爱你的人,他们愿爱了你一年,请给他们一个 温暖的拥抱,珍惜时光,在最后的一个月里,奋力直追,不给自己留一点遗憾,不是失去了才会珍惜,而是珍惜了,才不会失去,不忘初心,方的始终,愿你不复初心,多少人在前行的路上迷失自我,早已忘记为了什么而出发,不要忘了自己从何处出发,也不迷失最终的目的,你的梦想,就在前方 等候,不必过分在乎结果,尽力了就好,愿你乐观从容,凡事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,然后,尽管花开花落,笑看云卷云书,不属于自己的,不要奢求,属于自己的,不放弃,如此,甚好,就算事是艰难,也请你善待自己,愿你善待自己,去感受冬日的暖阳, 去倾听风的歌声,去看看苍茫的大雪,去爱你所爱,去行你所行,年华正好,莫要辜负,善待自己,除去健康,其他都是小事,愿你多多珍重,人往往犯生病是最明白,健康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,多锻炼,做心好,饮食要注意,天寒要天衣, 大雪,是结束,也是开始,大雪,不应怀眠生活而是期待生活,冬在寒,雪在冷,愿你我在乎的人,平安无恙,清欢无忧,送走揽霞,迎来招路,愿你我在乎的人,活在当下,冲进未来,愿你我无恙,幸福无忧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